在胸前比出愛心 透過視訊鏡頭向台灣影迷告白 演了20年唐老大的馮迪索 接受TVBS專訪時 坦言自己沒想過可以演這麼久 這次的唐老大為了阻止摧毀世界的計劃 再度和團隊攜手合作 迎戰職業刺客和標速車手 電影裡也交代唐老大成長故事 其中飾演童年版的唐老大 就是馮迪索的十歲兒子 這是他第一次拍攝吧 他在拍攝什麼你最喜歡的東西嗎 我有點感激 因為他在拍攝的場景 可惜父子無法同框 不過馮迪索強調 找兒子拍攝完命關頭9 並不是他提議的 每一位我的孩子都在拍攝 我當時拍攝《Fast and Furious》 如今是三個孩子的爸 封迪索 戲裡戲外都展現父愛 《外面關頭9》 在全球累積超過6億美金的票房 台灣即將上映 透過大螢幕感受 賽車動作電影帶來的快感 TVBS新聞 陳如環洋 慈音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